24号 男嘉宾你好 我刚刚看到你的VCR里面 就是你自己除了跳舞 然后你还会学习 其他的一些兴趣爱好 比如说架子鼓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乐器是吗 对对对 我会架子鼓 非洲鼓 贝斯 吉他 钢琴 鼓舞 你就是我能冒昧地问一下 你学钢琴学了多久吗 我从学舞蹈开始 就是开始接触钢琴 我钢琴现在是八级 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一名钢琴老师 我就是感觉你对生活非常的热爱 如果你的另一半 她是一个宅女 或者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兴趣爱好的人 你们会有共同语言吗 我可以培养她 我会的很多 好的 刚才片子里边说有一堆小暗号 比如说红艳就是什么 喝酒 因为里边歌词里边有酒喝干 对对对 酒喝干嘛 跳萌萌 跳萌萌 跳萌萌的话 男子气盖已经要打到高潮 热血高潮的时候 就是 H kok 下面还有一个什么 双飞燕 对 双飞燕就是 我们约出来打篮球 为什么叫双飞燕 因为它的动作很像 跳起来 比如灌篮的时候 我们得跳起来 这样灌篮 这样灌篮 舞蹈生的灌篮 女生们有没有 在你们的什么工作群 或者闺蜜群里边 有属于你们自己的小暗号 11号 男嘉宾你好 然后我是一名空城 我们G组人员之间 有一个暗号就是 传递OK手势 我怎么没有看到 空姐老做这个动作 因为我们是 紧急情况的时候 才要有这个手势 或者是关完餐门准备好 可以滑行的时候 才会有这个手势 所以可能您没有看到 她说紧急情况才能看到 我希望一辈子也不要看到